我不行了 我實在是挖不動了 挖不動也得挖 你看看這天馬上就下雨了 趕緊挖 水洛蘭 你可千萬別怪我 是我娘要辣你的屍體 這個王爺陪葬的 能換一千兩的 臭丫頭 只要你挖個墳 哪來那麼多廢話 快點挖 全我都已經收了 挖不出來 就讓你去陪葬 娘 我挖出來了 娘 他剛才是不是睜眼了 胡說什麼的 沒有啊 快快快快把他抬走 啊 啊 啊 貴妃娘娘 這就是名父的侄女水洛蘭 剛死的還熱活著呢 打開 这模样倒是生得不错 如意 还不快扶王妃去王爷的请殿 洞房发主意 就应该在一起才对 是 贵妃娘娘 我们可以走了吗 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贵妃娘娘失败我不是死了吗 去呀 去呀 你 你是人是鬼 张大女的国人看看 我是活人 好你个贵妃 举人敢欺骗本宫 贵妃娘娘的话你知不懂啊 王府只要死人 小姐妻子 我还没死 贵妃娘娘 确实已经死了 你 谁敢不敢骗你 你放心 我现在就让她再死一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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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姐妻子 滚 敢 甚深 赶紧给我滚 就多远滚多远 怨了 还狗血地穿成陪众王妃 老妖婆 就是你杀了我 又跑我坟是吧 你竟然敢打我 我可信你审杀了 打的就是你 从小到大我给你当牛做马 吃不饱穿不牛 生了便就让我活活病死 现在要把我的尸体拿来陪葬 你也配当我长辈 贵妃娘娘 名妇就要被打死了 贵妃娘娘 您可要被我做主啊 贵妃娘娘 比你一时激动 现在不打了就是 不过我人都已经到了王府 这老妖婆可以让她滚了吧 贵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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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真的别动 你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子净水 名洛兰 水洛兰 你知道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 渔王爷要死了 神神为了钱 那我来给她陪葬 我是她的陪葬王妃 那既然你知道 就应该明白 本宫是不需要一个活人来当王妃的 来人 贵妃且慢 娘娘 据我所知 王爷现在还没死呢 你现在就把我杀了 是不是早了点 不如咱那王爷去了也行啊 这玉儿大献将至 活不了几年 我有意识呢 就活一个病好不好 娘娘放心 我人就在王府 肯定跑不了 等王爷真的死了 我一定会履行诺言 或者 王爷他竟然自有天象 不会死的 天神 留你几日又何妨 带他去见见王爷 看他还怎么笑得出来 进去吧 郁王爷 我是水洛兰 您的王妃 王爷 到底是谁 把你这个堂堂王爷 伤成这样 四肢经脉断了不说 这皮肤也亏了那见乎了 他们说你只有几天和我 我的天 你这是遭了多少岁啊 下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不仅不伺候你 还这么欺负你 冷月冷月 你可千万不能 你要是死了 我可以在跟着你陪葬 这些伤 要是我的药箱和手术上的还在 麻烦能省一半 我的天啊 我实验室里的东西竟然都跟着我穿过来了 那以后的日子就好了 怎么看你这心 我看你这心 就是不想练队 我看你这心 就是不想练队 我看你这心 你干什么 快出去 王爷你醒了 我是水洛兰 你兴趣的王妃 我能救你 救 连御医都说救不了我的命 你屈居一个恶女子 也敢说救我 不过 我谢谢你 我在死之前有了体面 你走吧 不用给我培葬 我是医生 我说能救你 就能救你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的手 我的手能动了 我说了能救你 这回信了吧 我真的能站起来 真的 你不仅能站起来 你的武功已能灰色 你不想在战场上 拥有杀敌 做回曾经的战神王爷吗 我 我如今已经瘫痪了 三年的费人 他托我什么 要想你病好 如此生活条件便又不行 我现在等着 我去就来 如意 过来一下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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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你先去烧点热水 把吃的送过来 再拿几条新毛巾 还有床来背照 你是派来伺服玩一个女 如果你不知道做奴婢什么话 该说话不给 那我来教你呢 放开我 放开我 王妃 我没希望 奴婢真的去干活 奴婢真的去 明天把腹脸下来都给我聚集 闻王妃有话要 王妃 你就饶了奴婢吧 奴婢疼 你还知道他 王爷身上的伤都是你用的 趁着王爷窝皮赛车指出那样的手段 你还有良心吗 奴婢没有啊 奴婢冤枉了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帮我 敢敢欺负如意姐 你算什么东西 等那个瘸子死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我看谁还敢放肆 王妃饶命啊 奴婢知道错了 管家何在 在在 王妃 你有什么事 我的手段 想必你也见识到 现在这个王妃由我来管 去把王妃的账本拿出来给我 以后王妃的吃穿用途 都由我来分配 这 你也想试试鞭子的滋味 小的不敢 王妃 您等着 王妃 这是账本 您过目 王妃 不是每个月都有凤银吗 怎么这账上一分钱都没有 整个王府和西北风吗 王妃 您刚来 哪里知道王府的苦啊 是王爷瘫痪在床三年了 凤银早就削减的只剩下一层 还是一层 拿着这一层精打细算 这才养活了王府上下 这么一大家子 精打细算 怕不是被你听了风声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王妃 您这可是冤枉小的了 这个月光是吊着王爷的命 那买药材就数不胜数 这府中 实在也是淡尽粮绝了 最好别让我查 你自贵您请 小的不敢 王爷不会死 对于王府的吃穿用途 我会想办法 下去 这可怎么办啊 急什么 你去把府上的丫鬟 都招呼起来 我在家山那等你了 你们看都下雪了 徐管家 你看他给我打的 他不过就是常贵妃 买进王府的乡下女人 凭什么教训我们 是呀 王爷到底什么时候死 烦死了 就不是 王爷之前啊 已经被我们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 没几天活动了 等等吧 区区一个小丫头 能有多大能力 放心 她一个乡下村妇 得意不上几天了 她不是还想救王爷吗 我们就把这事情 领告贵妃 贵妃是最想王爷死的 她还想救人 到时候 贵妃一下令 就把她 王爷 你都听到了吧 我刚才把那家人都教训了一顿 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 这帮狗眼看人爹的东西 都不知道谁是主子了 你出去 王爷 王爷 我求你 你出去 行吧 我求你了 我已经不是什么战胜目的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我求你 你出去 冷运 冷运你冷静一点 你别再说什么死不死的了 我给你摘一枕 你现在都已经有了之情了 站起来 只是时间问题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救好你的 站起来 报仇 对 站起来 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事了 王爷 府里的饮料不够开销了 明天我想去府外想想办法 你看 可以让我出去一趟吗 它不是真心留下来 我早该知道 我如何配得到救赎 想去哪都行 离开我 你可以有更好的人生 哇 好漂亮的你配 送我的吗 那王爷 你好休息 明天我再来看你 老天爷 你要给我希望 又让我绝望 如果我能站起来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东西不会是王府的东西 那么一块鱼派 就当了二百人 娘 娘 娘 谁来救救我娘 谁来救救我娘 娘 救救你 救救我娘 妈救你了 没钱看什么病 滚 你娘还有的救 她只是伤口困难发炎 导致了昏迷 我可以救她 只要你能救她 我给您打牛做牌 我都愿意 娘 你醒了 谢谢神医 谢谢神医 这个药你拿着 给病人二十服药 一日两次 一日两次 伤人对河 她就可以寻遇了 谢谢神医 改为神医名婚 神医不敢的 将我死到栏上 我在渔王府 你好 太好了 恩人 您救了我们母亲的命 我特地带两个哥哥 过来报答你 我和弟弟 在街头漫移给母亲治病 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请收敛我们吧 先起来 既然这样 那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吧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快起来 太好了 王妃 这是 这是我花下买来的 严谎和侍卫 以后他们只能服侍 我和王爷 任何人都不能指使他 听明白了吗 你们现在府里随便坐着 我去看王爷 要连这小贱人 都要死的人了 还花钱买下人 这得浪费多少钱啊 胡扎就剩一点银子了 他还能撑多久 到时候 有的苦都是 王爷 我们有钱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回来还能去哪 你以为我跑了 你还不如跑了 跟着本王这样的废物 有什么用 王爷 你不是废物 你是战神 十六岁就在战场上 写下拼命的大将军 而且不管你怎么样 我都是你的一王妃 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定一场 那本王 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今晚 很关键哦 我会在这里陪着你 明天给你做手术 你就会站起来了 四花灯针 当然是真的 但是今晚 我们要一起睡了 本王都已经成这样了 竟然还有想法 当然了 你这张俊俏的脸 当然是真的 来 让我亲一个 阿彩 大力金刚 一会我要给王爷去聊 你们就守在门口 最后人都不能进来 明白了吗 王妃放心 我等定位这么不离 王爷 一会我要把你身上 钉的都拔出来 你的腿 很快就弄好了 蓝王 真的还能好起来吗 我们昨晚 可是一起睡的 王爷怕不是忘了 我还等着王爷站起来 对我负责吗 明明是你昨晚 对本王动手动脚的 难道王爷 真的不想对我负责吗 兰儿 如果我真的好起来了 我一定会三枚六片 拔台大脚 失利红装 再堂堂正正地 同你拜堂成婚 我们 我们永远在一起 王爷 我可太爱你了 好了王爷 我们该开始手术了 好好睡一觉 醒来后 一切都会好的 蓝儿 我相信你 即使失败了 我会怪你 我要有压力 王爷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啊 唐 王爷 你的手术很成功 很快就能站起来了 死肉了 你在干什么 娘娘 我在救王爷 他的腿已经快好了 贱人 我需要你来陪葬的 谁让你救他的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你的母亲都巴不得你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把他给我拖出去 仗则二十大板 活得了让他好好的长长记性 放开我 放开我 皇爷 救我 平 小剑 这么喜欢自作主张 这么心不自作主张 那我就去送你死 皇爷快来救我 我跟他 叫啊 叫得再大声点 鱼儿都已经叹了三年了 现在踏上躺着的 不过就是一个不能动弹的废物而已 你将再大声也没用 放开他 你 你居然站起来了 月儿 你的伤治好了 母妃 你看起来很震惊啊 儿臣已经康复 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怎么会呢 你能站起来 母妃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是最好 不知母妃 现在要对救了我的王妃做些什么 母妃 看她行为鬼祟 以为她想伤害你 特意跑过来阻止她的 如今我已大好 母妃 你回吧 走吧 孩儿长大了 竟然为了刚认识几天的女人 用剑威胁我 我还哪敢不放人啊 当初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的父皇 如今却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亲生母亲 不怪 落得了这副模样 王妃 你怎么样 你快点跌倒 你脚壳都封开了会感染的 优易 让你能挺过今晚就没事了 如果你挺不过去 我就只能和你一起配搭 能源你可以一定要挺我去 王爷 你们听见我说话吗 王爷醒醒 王爷 阿彩阿彩 王妃怎么了 乔夫货买不险当归有多少买多少 一定要快 晚了王爷的命就没了 好快 娘娘 都打听好了 绿王爷情况不太好 昨天晚上昏迷后 一直没醒过来 那正好 就不用我动手 还以为水洛兰 那个贱丫头 有多大本事 没想到 就是回光返照呀 从明天开始 断了王府的缝路 我倒要看看她 能撑多久了 慢着 把王爷醒来的消息 套路给太子 玉儿 在这世上 可不止我容不得你站起来 落到太子手里 你会受更多的苦 这要是我独门秘址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要给个面子 乐玉儿 你可别让我失望 乐玉儿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死了吗 傻瓜 我说过 有我在 不会让你死的 可是我的腿 我的腿又没知觉了 我真的能站起来吗 冷月 相信我 只要你好好养身体 按照我的要求 扶药附近 不出一个月 你就可以站起来 真的 当然是真的 王爷难道忘了 你昨天不仅站起来了 还吓退了常贵妃和那么多事 我别忘了 欺负了二代 我严格都不会放过 那个 王爷 我去拿点吃到过来 一会再过来看你 如意 怎么了 王妃 去厨房弄些吃的来 记得王爷那份要亲难的 王妃还不知道吧 常贵妃 早就把王府的俸禄给听了 你想吃喝 拿银子吧 就那么点风楼还给断了 那钱起来 我不是还给站上加了钱 你那点银子够干什么呀 昨天 你不是还给那个快死的买样吗 这么能说 就看你扛不扛坐 王府的用度我会想办法 但你今天就算是出去过药 也要把王爷的晚餐滚弄 你 看来接下来的路 是人中道远 我得想办法放弃啊 发点什么好呢 王妃 王妃 太子来了 说要见王爷 王爷的哥 听说他们素来不好 这时候来一定没好事 这边 我亲自喜欢 王爷正在窝边在床 不知太子对象 不然拜访所为何事 真是太美了 放肆 你就是一王妃 我那废物四弟 可真是念不不醒了 见了本太子 为何不怪 给你下滚 你也配 谁能想到唐的太子殿下 竟然喜欢干如此龌龊 卑鄙下流的事情 你是天高地厚的女士 敢这么和本太子说话 你敢做 为什么不敢说 公然调戏定习 做出如此苟且的事情 你就不怕皇上怪罪 天下人去信 来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 一根手 明天我就在皇帝面前 来人来人 大家快来看 太子殿下非礼了 你 好好好 本太子不和你这种 乡村野妇技巧 听说我四弟已经站起来了 你也带我去见他 那可能要让太子殿下 你是忘了 我和王爷一个生变 一个卧病在床 将死之人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你进去 做出什么人 我和王爷不顺心的时期 恐怕 后面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本太子不和你这种 乡村野妇技巧 真烈啊 我喜欢 水洛兰 我们走着瞧 蓝儿 我听说 府里的风路断了 我这儿 还有些玉佩根首饰 王爷 那些东西是我们的底牌 最后的家底不能卖 给你留着 以后东山再请 至于钱的事情 我们也上街逛逛 看看怎么能赚钱 那怎么能行 蓝儿 你毕竟是个女儿身 这个怎么能让你来操心 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儿家 王爷不相信我 蓝儿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傻瓜 我穿到这来 人生地不熟到 不对你好对是好 王爷你猜呢 我现在只不过 是一个废人罢了 蓝儿自然是不可能 喜欢我的 你你是母亲派来送我 最后一只的女人 你母亲常贵妃 我确实是她花钱 买来给你做王妃的 但不是来送你上路的 王爷 你跟常贵妃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我只不过守着她的秘密 才能换来这一点点好办了 什么 难道 王爷 你是怎么受伤的 可以跟我说说吗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 就由自取罢了 看来她身上藏着很多命 我早晚都会挖出来 以后洛兰 就陪着王爷一起睡 等王爷能站起来了 我们就 动了 蓝儿蓝儿 别 蓝儿 坐这吧 这是你的 走一走 看一看 摆摊看病 要到病除 治不好 咱不要钱 过来看一看啊 摆摊看病 听说过摆摊算命 这还是第一次见的 是啊是啊 这谁敢看啊 这姑娘年纪惺惺的 能会什么艺术啊 哎 治不好可不要钱 先生不信 咱就回来试一试 你平时有个头头脑热的 我给都给看好了 那哪里用 这样这样 让人 姐姐 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我晚上就要死 但我没有钱 我可以当牛座把抱带你啊 起来 傻孩子 留神医都治不好 你就看什么 我还没看呢 就说我治不好 走 带我去看你呢 走 姐姐 这就是我娘了 她已经躺很久了 不吃也不喝 我娘这到底是怎么了 她只是急性来问盐 不过挺到现在 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马上进行手术 不然真的没救了 大力金刚 拿东西 快 你们都散开 我现在要给病人做手术了 退一退 往后退一退 连离太近 手术 这是什么治疗方式 根本都没听说过 就是啊 就是啊 对啊 丫头 你到底是不是郎中啊 人本来还能活几天 你别给人家治死了 你们看她手里有刀 这是要给小智娘 开肠破肚呀 这可是草菅人命啊 太可恶了 小智快上去拦住她呀 我劝你们不懂就不要吵 否则她真的没救你 且慢 你 哪来的山野孙妇 光天化日之下 你简直是要讨天人命啊 小智娘 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没救了 你以为 你比老夫更厉害吗 我请了 你不要耽误 否则她就真的没救 你敢威胁我 你看我不 大力金刚 杀人了 蛇叔很成功 他很快就会醒过来了 太好了 厉害啊 贱人 杀了小智娘 我们可是亲眼所见 一会儿官兵就快来拿你 就等着被砍头吧 你放心吧 火不又是 人活了人活了 这个被开伤破肚的人 竟然真的醒了 太神奇了 这是神医啊 比刘神医还厉害 先把这个扯 姑娘 是你救了我 我已经把你的病脏取出来了 你得的并不是不住之症 你只要回去好好休息 不说半个月 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姑娘 你救了我 离你无以为报 愿 愿跟你当牛做马 不用这么客气 起来 记得回去一定要好好休息 如果后面有事 就来豫王府找我 我是王妃 水罗兰 她竟然是要给豫王陪葬的 那个王妃 是她呀 此等医术 简直是活菩萨在世啊 刘神医 你刚刚说我草间人命 我的医术不如你 这人怎么这样 就是就是啊 怎么回事啊 王妃 王妃医术高明 老夫佩服 刘神医 你刚刚那样羞辱王妃 王妃都没跟你计较 你还不赶快跟王妃道歉 王妃 老夫错了 你就别和我一个老头子见识了 罢了 你也是医者 以后还是前进钻研医术 治病救人中 走 恭送王妃 恭送王妃 哼 怎么这样 区区一个黄魔丫头 等着瞧 气囊这么小 以后不找她看病了 王爷 我今天又救了一个人 还想到赚钱的办法了 王妃 你还是做好准备 再进去吧 王爷他 王爷他怎么了 王爷 你干什么 你 兰儿 你怎么回来了 他们跟我说你走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走了便是好的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废人也不值得你留恋 傻子王爷之前到底受过多少欺骗 怎么这么敏感 我为什么要走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今天上街逛逛 看看怎么能赚钱 可是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们以后 还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吗 你昨天可是答应过我的 你会好好养山体 都是骗我的 兰儿你听我说 我只是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现在只是一个废人 而你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很怕这就是一个梦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这是真的对吗 兰儿 这一切都是真的 王爷 我是兰儿 能感觉到我吗 相信我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好吗 我没有放弃 也不会离你而去 这 这天好热 怎么这么热呢 哦 对了 王爷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今天上街逛了 我呀 准备开个医馆 这样 不仅能赚钱 更重要的是 还能造福全城的老百姓 王爷 你看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老王的东西就是兰儿的 只要兰儿喜欢什么都可以 只是 让你受苦了 没让我受苦 开医馆 一直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这么快就实现了 我很开心 兰儿 你跟其他女子的思想都不一样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其实 我来自另一个世界 相信吗 我信 兰儿就是仙女 是来拯救我的 呀 想不到你堂堂王爷 谁竟然这么甜 对了王爷 我要送你一样礼物 你一定喜欢 等着 哦 兰儿果然是仙女 只不过 兰儿 这是和我 本王怎么没见过 相信我 用力 小心王爷 用力 小心 王爷 我放手咯 兰儿 兰儿 兰儿我站起来了 虽然这只是三十的 但我相信王爷一定可以真正站起来的 王爷 现在可以和兰儿说说这双腿是怎么弄的了吗 虽然这两者没紧 四位兄家 共饮此杯 无皇万福 兰儿 死 玉儿 玉儿 中亚入大牢 我们是不得翻身 出火 出火 玉儿 你别怪母妃 你以下犯上竟敢妄图弑君 我作为你的母妃难辞其咎 不这么做 我也会死 太过分了 长国妃怎么能这么对你 我也不知道那天到底是怎么了 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连父皇和母亲他们都 父皇肯定恨情我了 王爷 我相信你 你那天应该是患了抑郑 或者被人下了毒 有着一日 我一定会为你洗心愿去 玉儿 谢谢你 以前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直到现在 也只有你信我 得其如此 不分不清 王爷 你 老二 此生能遇到你 我喊了 水洛兰 水洛兰 瞧你这副 台湾还没出息的样子 成天就跟个变态似的 偷天人强巧 听见什么了 血传我的命令下去 王府如今养不起闲人 近在府里的下人 留一个你和徐婉家还有一个做饭的厨子 其余的 全部挟了工线打发走 那怎么行 他们都走了 谁来干活啊 当然是你干活 阿萨和大力金刚是我的人 你可没有权利指使他 我一个人怎么干得了这么多活啊 我不敢 可以啊 那你也走 我绝不忘了 阿彩 大力金刚 在 现在这些钱 是王府紧剩的了 你们拿着 去把王府吃几片饭买来 还有 再买些开衣馆游用的东西 莫菲 你要开衣馆 在哪里 我们就这点钱 原来买药材都不多 就是 我们还有请郎中呢 请什么郎中 你们不相信我的医术 当然相信 去买吧 上下来就这样 今天 我们医馆正式开业 是 在我的工箱里还有这么多药 再加上我的医术 再这个户 我还能饿死 大家瞧一瞧 开一看 回上他今天正式开业 看一看 今天要定开业 谁知道今天正式开业 要到定处啊 哎干什么 谁让你干到 这是玉王府开的医馆 谁允许你们这种嚣张呢 我看呢 大力 我开医馆 挨着你什么事了 我看着不顺眼 哎我赢了 剩你的人 全部都给我滚出去 听到了吗 退下 这标志的小玩意儿 跟了我那废物四弟 可真是可惜了 开医馆可不容易 不如考虑跟我 我能帮你解决他 这帮小人 趁着我要卧币再传 就这么欺负他 我还没找你算账 我今天倒是 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就欺负怎么了 难道你还想报仇啊 真是想 真的不理我 我那摊子四弟不行的 他就是个废 可以啊 神龙岸 你对我做了什么 太子殿下 是想要站不起来 那好啊 我可以买金 哎 你对我大哥干什么 我没对他做什么 我不过是让他尝一尝 做摊子的自己 你们如果现在滚的话 先起我还能 水罗兰 我不会放过你 你快当着 可以啊 太子殿下 我走着你回来 继续给你扎针啊 你是故意的吗 冷血 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这水罗兰真该死 我的腿都没直觉 大哥 我去给你找郎中啊 你找什么郎中 要回忆心 我要见父亲 好儿王妃 他不能 非要跑到这来看医馆 还乱行业 这都我都没直觉了 怎么和他 来一个 水罗兰的水罗兰 你愿是这样对我 我就愿意对你感兴趣 我就不信 我得不到你 哎呀 好好好 快来快来 皇上 累不累 你到底什么时候 封臣妾 为皇后啊 等玉儿啊 入土为安以后 这皇后之位啊 非你莫属 皇上 这玉儿又在榻上 躺了三年了 这日子没剩几天了 那就再等等嘛 否则朕呢 总是能想到 玉儿拿件 指着我的样子 你身为玉儿的母后 我对你啊 已是网开一面了 皇上 你该不会 是对玉儿心软了吧 怎么会呢 外面 何人呢 在此天下到 让他进来吧 你跑来见朕 所谓何事啊 就是 见到你父皇 还不赶快下跪 哎呦 父皇啊 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不是儿臣不愧啊 是儿臣的腿 被四弟的王妃给扎探了呀 我知道四弟他大谢将军 好奇就看吧 谁知道 他的王妃少无礼数 还纳成扎儿臣 儿臣的腿被扎了呀 他就是想造反吗 对 我跟四弟 他就是想造反 你没忘了 他当年是怎么弑军的呀 完了 咱怎么能生出这样的孽障 就是 皇上当初念及旧情 饶了他一条性命 没想到他竟这么不知好歹 不如我们趁这次 将月儿 我独上且不识子 我要是那样做 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哎呀 父皇啊 老臣这腿可如何是好啊 月儿一天没死 还是我的儿子 难道 你要臣 惩罚自己的儿子不成 皇上 来扶 皇上 留一宫 是 皇上 您慢走啊 恭送父皇 看来皇帝对冷遇还是有感情的 要是让他知道当年的真相 我们两个都得完蛋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当年暗算他的计划 那肯定会完蛋的 怎么办 太子 看来我们两个需要联手 有兴趣吗 当然可以 但是我有个条件 水洛兰得给我留着 我要好好的活 好 那你等我安排 来人 回宫 冷遇啊冷遇 你怎么和你那个该死的亲妈一样 死了还不生息 水洛兰给本宫跪下 贵妃娘娘 洛兰做错什么了 你还真会明知故怪 本宫问你 谁允许你借着王府的名义开医馆了 贵妃娘 本朝的法律并没有规定民女不能开医馆 而且民女有遗数 正是在造福百姓 你婶婶收了本宫一千两银子 是让你过来陪葬的 你就老老实实的等着冷运死 明白吗 不明白 贵妃娘娘 王爷她都要站起来了 你为什么明知八不得她去死 难道王爷不是您的亲生儿子吗 放死 谁给你的代表 公然的顶重本宫 财人啊 把水洛兰给我押出去 挨板子 我看谁敢 来人 全府的人却都去哪了 废物 贵妃娘娘 洛兰忘记告诉你 府里的下人都已经被我换掉 现在府里都是我的 如果贵妃娘娘想打洛兰板子 那怕是要从宫中调了 你 你敢威胁本宫 洛兰不敢威胁你 但如果娘娘一而再再而散地逼迫我和王爷 那我们也不在乎于宋 大不了就是一死 很好 真是个伶牙利齿的丫头 我当初这么就看走眼 选你来配葬 让娘娘失望了 在本宫中也是死 我女儿 也就是生不如死 是我 有你哭的时候 娘娘慢走 如意 作为本宫的一条狗 现在到了重用你的时候了 娘娘 如意是您的狗 全听您的吊钱 王爷在探上 已经躺了三年了 这眼看就要死 没想到还这么能活 你去帮他解脱一下 奴 奴婢遵妙 记住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否则本宫 就只能送你去死 王爷 腿恢复得不错 兰儿 这就别看了 王爷的腿这么长 这么有形 为什么不让看 还有我看不得的地方 兰儿 我不是那个意思 兰儿是我娘子 当然看到 那你再让我好好看看 兰儿 兰儿 这样 你别着急 再过几天 等我彻底能站起来了 到时候 我让你看个够 不仅能看够 还能 那你 把腿岔开 啊 想什么呢 我要给你试针了 明明是你让我误会的 谁 王爷 王爷 王妃 该用上了 这是奴婢 亲自做的 请慢用 应该不会在里面下毒了 奴婢 只不过是看 王爷的腿快好了 做一个奴婢 该做的本分罢了 我来问 下去 啊 王爷 在你以后 就能下个正常人那班 救救我了 急什么呀 嗯 什么 玉儿 马上和常人无异 去告诉如意 让她 你准 让玉王妃进宫 王妃 来了 是病人来了吗 不 不 是圣旨 圣旨到 皇上口谕 传玉王妃 进宫 见驾 亲自 等我公公 皇上找我入宫 是有何事啊 不知道 玉王妃 还是跟咱家入宫去吧 那请姑姑 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来 哎 玉王妃 时间紧急 恐怕容不得你去见玉王爷 回来见也不迟 谢谢 小心点 水洛兰 我看你等会怎么哭 你是常贵妃派来的 是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是 玉王妃在这等着吧 啊 不是说皇上 让我入宫有急事吗 怎么让我等着 让你等就等 哪来那么多废话 太子 你怎么在这 当然是 特意来看我的美人吧 啊 朗语 这个是来公主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 我立马就去告诉王上 是 是 这皇宫 可是本太子的地方 你能疼吗 还是 来人 来人 你 你 我 我 想不到啊 啊 哈哈哈哈 其实从你一进宫开始了 就已经被吓妖了 这是本太子的地方 就没进 没用 哈哈哈哈 来了 来吧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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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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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哈哈哈哈 是要啊 让我 就尝尝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谁 依依依依依 yaaāaāaāaaa äh 这 我不认识的缘缘默默 我怪你去逃跑 公司跟着他来 我不懂他的 我都没听过 你不会明白结合 一直会停下来 你啊 你求生了他 就偷偷我的气 没办法 我只为遗憾 我不愿留下念想 是控制不住说 我留下太多话 就配合那一夜的酒 狼儿 狼儿 你找我死 你怎么站起来了 不仅能站起来 我还能杀了你 你怎么干 四弟 别抽到 我再也不敢了 闭嘴 只要伤害狼儿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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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好热 救我 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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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我们怎么在这儿呀 昨天晚上 太子对你涂抹不轨 我赶过来救你 姐夫 你一直昏迷不醒 还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没把持住 兰儿 你终于是我的新娘了 王爷 你的腿可以用力了 兰儿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不会嫌弃我没有吧 王爷 你受伤了 没事 你受伤了 没有王爷 你昨晚表现得很好 我很满意 真的吗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越来越不知心了 不过王爷 你昨晚真的表现得很好 跟你加油 王爷 我先去回殖堂了 那我等你回来 好 快走 王爷 冷月 冷月 你挺住 我能救你 我一定可以救你的 你相信我 我没事 冷月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皇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要对越儿 通下杀手 我带他去尸体 我带他好好查一查 皇上 我爷现在还没死 虽然腿断了 但民女可以给他接上 恳心皇上给我一点时间 啊 断了还能接上 你以为你是 大罗神仙吗 越儿现在这样 大罗神仙来了都没有用 就凭你 皇上 请您开恩 如果渔王爷 这次没救回来 民女干也给渔王爷陪葬 毕竟是您的亲儿子 即便你喜忠悦他 恨他 那您真的忍心 看着他就这么死去吗 水洛兰 朕 许你救他 如果你能把他救回来 朕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如果救不回来 后果 你是知道的 谢皇上开恩 陛下 这渔儿的腿都已经彻底断了 难不成你还真相信水洛兰那个丫头 能给他接上 他要是能给接上的话 那岂不是成神呢 要是渔儿心 知道是我做 绝对不会放过我 渔儿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 即便是他犯了错 也不应该这样死 这 你许 渔儿这次 我怕是成不死 我先 我先 能离他醒过来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没死 怎么会这样 皇上 用完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水洛兰 你的医术 足此经济 师祖 回皇上 民女自幽在山间长大 山上踩钥匙 偶然救下过一位室外高人 这才成了他一点一波 这次能及好玩意 传属是遍及乱投医 洛兰没有这么大本事的 自古皇家都多疑 不能让皇帝知道 我的医术到什么程度了 好点了吧 王爷 皇上在等 你坚持住 你之前不是还说 要亲自站起来给皇上起安了吗 王爷 既然 渔儿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大夫 一驾回宫 是 派人盯着玉王妃 玉王妃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第一时间告诉 子女医术不正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是 王爷 你快点恢复吧 我快要撑不住了 我这次差点都没护住你 我明明都把府里的下人给换掉了 到底是谁还能进来害你 难道有内鬼 是他 王妃神仙在世 奴才佩服 皇子该在追击王妃 誓死不悔 我不是什么神仙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人人平等 以后你们也不用败我 只要我们齐齐协力 一定能够让我府再朝辉煌 好 王妃 您说得对 我们以后一定会齐齐协力 如意呢 不知道 好像是听说王爷醒了之后 就找不到了 大理金刚把如意锅找出来 别让他跑了 是 是 走 跪下 放开我 娘娘 这个女人想从狗洞跑 被我们俩抓回来了 干得不错 说说吧 谁支持你来害王爷 王妃娘娘 我冤枉了 王爷的伤和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出去给王爷买点吃的 少跟我废 是你自己说 还是我言行考打一番再说 你敢 我可是常贵妃的人 常贵妃的人 把她关起 康 等王爷醒来 是让王爷定夺 是 走 放开我 好了 下去 是 王爷 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兰儿 我的腿是你治好的吗 当然了 而且手术很及时 以后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 王爷 这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你站起来了 兰儿 你相信我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你挡在我身前了 我保证 我相信你 我不会看错人的 王爷 这次暗算你的人 可能是常贵妃 你 我的母妃呀 咱们等着 好好算一算了 这次的断骨重结手术 让我的医术更近 冷遇 遇见你 也许是我的命中注定 破烂铜铺一个啊 掌柜党 这次这个玉佩 比上次的橙色还好 看看能达多少钱 先说好 之后我可是要赎回来的 这 这没问题啊 太子之前交代过 只要有美女经过就要禀告 这个水灵 不过这种橙色的玉佩呀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我得通告上边 您在这等等啊 这个可水灵了 水小姐 就是她 殿下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知道 那就好 那一人 你干什么 人在这动手动脚的 这里有你什么事 我走 你 当然是我 瞧你这小脸都下白了 放肆 我是玉王妃 是你弟媳 你又要干什么 你的王爷都快要死了 这么想到王妃 考虑跟我呀 能语 上子知道亏 还没吃够什么 你装什么轻狗 穷的都当玉佩了 跟了我那废物四弟 你就是想要钱吗 只要你跟我说 有多少钱 我给你电视啊 让我给你电视 是咋不成竟 放到自己 干凑就要不去 给我追 给我追啊 水洛兰 我不相信 我抓不到你 气死我了 这狗太子 这个什么都没捞到 一辈还给弄没了 咱们走着瞧 王妃 王妃 你没事吧 现在咱们怎么办呀 准备东西 明天 我要好好跟太子玩一场 我 是 杰刚 去库房看看 能借走的一件都别留 你 跟我去护卫太子 太子 清脸嘛 弄疼人家 我说美人啊 你别总是这么配合 这实在无趣 这还无趣 骂我 快骂我 水洛兰那个托夫 一定要骂我 水洛兰是谁 让你骂你就骂 没那么多废话 我们找到水洛兰 我还要你呀 骂我 恶心的男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把他裤子给我扒了 有用吗 让我拔裤子 今早落过太子府 就看见过在这 你说 这是不是太子的 这颜色除了皇家 太子的尺寸也太小 你们还愣着干嘛 给我把他拿起来 太子爷息怒啊 息怒 你让我怎么息怒 让我怎么息怒 昨晚柴房的银两杯的贼人偷了去 今天要把这头紧给我挂出来 买太子的脸 都被丢光了 太子爷息怒 是个洛兰 一定是个洛兰 我跟你们一碗 滚 滚 怎么样王爷 刚才骗了吧 是让这个龙云总是欺负 我就让他颜面扫地 我叫兰儿最总毁了 只不过 以后这种事情 还是让为父来做吧 我担心你啊 好呀 那王爷 可要早日站起来哦 奇怪 按理说断腿重建以后 王爷应该不用做轮椅 用拐招就可以 怎么比我预想的要慢 埃拉 这东西 也是你那个世界的吧 对啊 以后我们可以批量生产 这样能帮助更多的瘫痪别人 真是太神奇了 娘娘 什么 你说什么 王爷坐在一个会动的椅子上 到底什么情况 娘娘 属下也不知 但却没见王爷站起来 好 没有站起来就好 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废物 本宫不足为惧 还有水落栏 这个贱丫头到底有多大本事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只要铲除了子子 接下来 本宫的皇后职位 还有本宫的亲生儿子冷心 便能高准无忧了 兰儿 让你受苦了 待本王大仇得报 顶十里红妆 重新求取你一次 王爷 王爷 属下来迟 让您受苦了 王爷 属下和兄弟们 一直不相信王爷身内 等大逆不道士君之人 所以 兄弟们一直在搜寻 太子与你一党勾结的证据 我怀疑 您当年之事 一定和太子有关 何止是太子啊 这件事 怕是连本王的母妃 都脱不了干系 林肖 这些年 你跟弟兄说话 这样 你先回边关 召集弟兄 咱们 读一场硬仗由他 是 接下来 新仇旧恨 怕是一起算了 回去一定要按时吃药 王爷 这边 一个一个来啊 我们的衣冠怎么样 这些好东西啊 都困了太子殿下 兰儿真是调皮啊 水神医 水神医 我是小智娘啊 你叫我永眉就行 自从上次 你给我做了那个什么手术 我的身体 就一点比一天好起来 明女的这条命 都是您救的 明女无以为报 只求您 能收下我和小智 让我终身服侍您 我都说了 不需要你报答 这些人是 我听说 您的回春堂 开业以后 我和小智 每天都在帮您宣传 他们都是我的街坊邻居 也想找您来看看病 神医 求您给我们看看病吧 好好好 都进来吧 我们一个一个看 但你们不用叫我神医 叫我王妃 或者兰儿就行 是王妃 来 坐这边 这边坐 我想起来了 阿彩 快一看看如意怎么样了 可别死在皇府里 是 兰儿 她不过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不必着急 王妃 她没死 我去的时候 她正抱着眠眠肯呢 王爷 你要替奴婢做主呀 我是冤枉的 冤 本王倒还未曾说话 你倒是先狠情 王妃原王 我是长贵妃的人 可是我从小就伺候您 那年那是最中心的呀 整个王府里 连本王都要听王妃的 既然她说你是 那你就是 王妃 王妃 你就原谅奴婢吧 我以后 一定好好伺候您 你要伤害的可是王爷 想要留下来 就得看王爷让不上 我 王爷 罢了 知错能改山谷大烟 你下去吧 以后 记得好好伺候王妃 谢王爷 谢谢王爷 王爷 你 罗尔 我的腿 让她脱不了胆心 而且 如意背后的人 也需要更多的证据 冷遇的母亲 成贵妇 难道真的是她 王爷 不管最后真相如何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那王爷 我先去回神堂了 要拿着 王妃 累了吧 喝点茶吧 谢谢 放下吧 王妃 今天的这些菜 可是王爷亲手做的 您快尝尝 什么 王爷竟然会做饭 不对 他那个身体 现在怎么能做饭呢 兰儿 王爷 兰儿 今日是你的生辰 我不知道 怎么给女孩子过生辰 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于是 我就把能做得最好的 给你带来了 希望你能开心 我的生辰 你怎么会知道 我向你家人打听 你审神说 就是今日 我也知道兰儿 不过你放心 以后啊 你的每个生辰 我都会陪着你 再也不会被任何人欺负了 园主是被奖回来的呀 傻子 看来是我那个 我先前也看着沈子 嘴口糊中 啊 快吃 不过 心里怎么暖暖的 懒 不好吃吗 没有 当然好吃 王爷煮到面最好吃了 王妃 今天是您的生辰 来 喝点女儿红吧 不进来而已啊 你的身体不能喝酒 好酒 果然是好酒 来 到 阿彩行 陪我喝点 好 这王爷竟然站起来了 好生命大 不行 我得想办法告诉常贵妃 求得她庇佑 不然 王爷迟早会找我算账的 慢点慢点 慢点 傻丫头 下次少喝点 兰儿 你真美 大帅哥 让我亲一口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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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王妃何在 在 你贵为王妃 难道不知道 御王妃 不能抛我露灭吗 你竟然还敢 开一馆行医 来人哪 给我把她带走 听后皇上发露 你 你们干什么 阿彩 三人照顾好王爷 等我回来 进去吧 参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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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徐莫兰 你可知朕 找你来随为何事 是因为民女 开一馆的事吗 民女开一馆 所说的诊费和药费 比别家都低 而且对于贫护人家 民女更是分文不取 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 你好大的胆子 你找陛下 无妨 朕觉得 她的性子 跟当年的玉儿 有些相像 玉儿 现在 怎么样了 回皇上 皇爷毕竟是 被砍断了腿 恢复起来还需时日 但性命无忧 不知道皇爷要干什么 暂时先不能说什么 砍断了腿 还能接上 那死去的人 岂不是 能够复生了 皇上说笑了 乐来怎么可能有 死而复生的能耐 不过 皇爷的腿上 原本就被打了钢筋 这次又是被砍断腿 真的是要了他半条命了 玉儿的腿上有钢筋 难道当年龙龟的事情 真的另有隐情 皇上并不知道 既然玉儿需要静养 你作为玉王妃 不在身边侍奉 却跑出来开衣馆 抛头露面 成何体统 回皇上 明年还是那句话 我只是想用自己的一点一束 尽棉薄之力 这不是在某黑皇家 好 好有一个灵家历史的丫头 好好好 有你这样的人在玉儿身边 朕就放心了 下去吧 皇上 您不罚我 皇上没有怪罪你 还不快走 他皇上并没有表面上 那么冷血无血 还是很关心你 恐怕这里没有误会 我要回去告诉你 我听说 这冷血又要站起来 原本想着让老王 利用衣馆的事进行施压 没想到 他竟然单独召见水落来入宫 名为责返 实则就是为了打探冷玉的事 如果冷玉不死 我们当年暗算她的事情就会乱 只要水落来一死 后面的事 一切都好说了 放开我 我要去找兰儿 王爷 你可能受伤了 兰儿你不能去 王爷 你要干什么 兰儿 你没事吧 王爷 王爷听说你要去宫里 担心你 坚持要去找你 但是太着急 腿上的伤口都裂开了 王爷 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么冒冒事事的 兰儿 我一离开你 我心里就好难过 想堵了一块石头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傻瓜 阿仔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今天去皇宫了 我见到皇上了 你猜 我发现了什么 什么 其实皇上 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冷漠 他今天叫我去皇宫 虽然表面上是看起来警告我不许开医馆 但他其实很关心你 还问了你的情况 而且 而且 而且皇上 好像并不知道三年前 常会飞在你腿里打钢颠的事情 复活了 兰儿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王爷 我觉得你跟皇上之间 有什么误会 或者是有仙人 在层中作梗 王爷 你可一定要把背后的追求给揪水 兰儿你放心 我一定会的 毕竟 还要带兰儿过好日子 王爷 你的伤 我还是 不要 兰儿 你这鞭 兰儿 你真美 王爷 今晚我教你来 好不好 来走一走 瞧一瞧 你这边请 来看一看 回春堂开业第一天 爱情 慢点 留神医 就是怪你 王爷 看来个回春馆 闭话都到他里边去了 听说价钱不仅比咱便宜 还要到病除 什么 要到病除 不可能 上次一定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我就不信 他能够赶得上老夫的一手 哎呦 见过太子殿下 起来吧 有什么 谢太子殿下 当初给你开这间医馆 莫是让你做一条能断钱的口 对吗 是 可是我怎么听说 最近这生意 让回春堂给抢了 太子殿下饶命啊 小的一直都是在为太子殿下拘鸿尽嘴 是那个玉王妃 她不知道怎么了 就把小的生意抢走一塌半 她抢走你的生意 那你就把生意抢回来啊 要用任何方法 不择手段 叫他明白 殿下您放心 这已经是出城的路了 不是说给你家夫人开命吗 你家夫人在哪 拿人钱财 听人消灾 我劝你乖乖跟我 我是玉王妃 你敢 那更是没错 我要抓的就是玉王妃 知道我是玉王妃还这么淡达忘文 难道又是那个狗太子 太子一定在乱很多气 还能想到别的办法 托事 害你笑着 这 警察 医者父母心 我只能救人不能杀人 你这个病是胎生救的东西 我给你医治医治 不能干治 只能缓解 为了防止汪恩负义 你身上的力气 会在半个时尚后悔 告诉你 告诉你 那个派你来的人 我水洛兰 和他走着敲 太子殿下 饶命啊 煮熟的牙子 怎么办事呢 太子殿下 那个女人手里有针 不能紧身呐 那就杀妻子 杀他附上几个欲望 我就不想起他 无害 啊 想他明白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回来 王妃 你回来了 你不是去问诊了吗 怎么还受伤了 我去给你拿药箱 我没事 有惊无险 记得别告诉王爷 别让他担心 王妃 小椎今天拉了好多病人 你以后不要出去看转了 小椎心疼 真乖 咱们回山堂 哪有今天 有你这小鬼功不可没 以后每天 给你加个大鸡腿 王爷 兰儿 哎 王爷 你这腿才刚刚好 小心着点 兰儿 快来坐 兰儿 今天出门受伤了 怎么回事 我没事王爷 放心 当真 嗯 王爷 你是不知道 小椎这孩子 实在是讨喜 后面又勤奋 我可喜欢他了 兰儿喜欢孩子 当然喜欢 那咱们 将来生好多好多孩子 好不好 嗯 那爷的王爷 女行才好 不然光我想也没用 怎么 兰儿是觉得我不行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开玩笑的 兰儿 我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兰儿 你放心 当我洗腥冤居之后 不一定啊 风风光光的 八台大轿的 去你进门 我知道了王爷 我中午还要去 魂窗堂坐着呢 你好好休息吧 我来 来给我 王妃 王妃 王妃不好了 小椎她不见了 奴婢找了一上午 都没有找到 什么 带着金刚 叫所有人一起去找 是 快快快快 哎 如意 今天一天都没见到王妃 她去哪了 王妃不要你了 去找太子了 这会儿 指不定正和太子缠绵呢 你说什么 兰儿就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不是啊 王爷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不是让王妃守护管吗 找死 小椎 就是被带到这里 然后凶尸的 这里的 是我和金刚去吧 这里有三条路 我有银针可以防身 还是一起吧 你去对面这个 季刚 你去右相方 我去左相方 任何人找的小事 不要独立 我们后面会合 好 太子和长寿堂 一直有勾气 恐怕这里 就是那个狗贼的窝底 这好 今日我就瞧瞧 有什么猫 原来是书 猫 烧黄帝全带着 冷语啊冷语 这次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 谁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 这里是我的地方 你还问我怎么在这里 这里可是长寿堂 谈到太子殿下来这 当然是为了等你啊 你不知道 我为了找你 那可是换了好大油 这里是长寿堂 可都是我的 我都要看看 今天还有谁能来帮你 你男人 敢欺语本姑娘 看我不好 我收拾你 来 来 来 吃了啦 又想拿你破针杖花 难道你没有觉得 现在浑身 已经使不出来力了吗 别闭嘴 别闭嘴 放开 什么 啊 这些好多 都走了 啊 陆月 何人 老飞老飞我们来了 来了 嗯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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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医术了得的玉王妃吗 您这大半夜来老夫这长寿堂 想偷什么东西啊 来人 给我拿下 慢着 少血骨笨人 实现的话 立马发本王妃走 王妃 老夫好怕呀 把太子殿下在此 你们一个都必想跑掉 拿下 笑笑笑 我看你帮你 成烈啊 那我就在这玩 让大家伙 长长眼 听过来 放开 住手 冷云 冷云 放了他们 否则 否则什么 你看看你 四弟啊 你都这副得下了 不要动太大脾气嘛 你不如成情愣我 冷云 最后一次 四弟 别冲动了 别冲动 四弟又站住了 四弟站起来的样子 好帅啊 好帅啊 撤 撤 蓝 没事吧 王爷 哦 蓝 蓝 走 送你回去 王爷救我 蓝 蓝 王爷 没事了 又我在 没事了 走 慢点 走 王爷 你的腿 彻底好了是不是 你昨晚那么灵活 你分明是早就好啊 你故意瞒着我是不是 蓝 你 蓝 蓝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但是 我听人说 你一个人去了长寿堂 感觉事情不对劲 就着急赶过去了 王爷 长寿堂是冷宇 你一定要撤查 蓝 你放心 这些我已经调查出来了 再加上 你昨天带回来的证据 足够给冷宇 罪名再加一下 真好 王爷 你又重新站起来了 也不枉我这段时间的名 多谢王妃 你这是干什么 起来 我 小致现在怎么样了 小致已经没事了 多谢王妃 你怎么来了 我这看命要排号 要么排队 要么滚蛋 这里可不欢迎你 凡太子想第一个来 谁敢让 我今天就给你个面子 就让你给我来 怎么 你想抗耻吗 先去忙吧 太子殿下这么着急的 那一定是变得不轻 我可得好好给你看看 小男子殿 你对门太子做了什么 你这是一头谋杀 信不信门太子 救你救救 太子殿下这说的什么话 我当然是在给你治病 你不是有病吗 狼儿啊 其实啊 你越对我这样 我就越舒服 不像我父上那些人 只会对我阿谀奉承 其实啊 打从我见你第一面开始 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了 虽说我那个废子四弟 他现在站起来 可他还是个废子啊 他能给你 作为女人的快乐 不 等于说考虑跟我 如果我以后做了活 一定分你做好好的 有没有 烦死 太子殿下 您的病已经看完了 整金一百两 我会将人把你送回去 吃美体擦 大理鸡膏 送客 什么 太子 你们这 太子 真厉害啊 水流了这个贱人 孩子 这个 昨夜丢失的密函 可是在水流栏处找到了 应该不是他 他又是知道我当了皇上 他能对我是这种态度 早就败到在我这石榴巡下了 走 咱们再去别处找找 好好好 老女你这次过来 应该不是为了挑衅我这么见的 估计是来试探 我知不知道他和留神医的事 兰儿 想什么呢 你昨天当着冷允的面站起来了 冷允的计划估计会提前 我担心你有危险 兰儿放心 本王自有安排 眼下 这差最后一步 就是让父皇知道 冷允跟长寿堂的过往 没错 冷允站着自己是太子 这些年同过长寿堂 没少空百姓的钱 太过分了 我有办法了 兰儿 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 绝对可以 黄燕 等人看好戏吧 走 刘神医 快来救救我家娘子吧 我家娘子就生一口气了 这可怎么办呀 咱们回事 神医 神医先把钱挡下吧 只要神医能救好我家娘子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你放心 只要老夫出手 过几天你娘子 就可以活蹦乱跳地回家 那个姓刘的还自中神医 我跟傻子还差不多 那能不能还能不能想到 我们来人真从你 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 那当然 我当初可是学霸 兰儿 学霸是什么 学霸 就是学习很好的人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兰儿 你那边的世界 到底什么样子呢 那个世界 人人视频懂的 没有男女尊卫之分 两个人在一起 是要领证的 一夫一亲 不能背叛彼此 哎对了王爷 领证之前还是要求婚呢 求了婚 两个人要相互了解 卖堂人咯 卖堂人 我自己相公找什么样都不知道 兰儿 你说的求婚又是什么 我也可以 卖堂人咧 姑娘看一看 下一个 好 王爷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兰儿 兰儿 你去替我查一查 求婚是什么 是 兰儿 别人有的东西 我都会给你 求婚 兰儿 等等我 长寿堂医馆 医德有诗 奏尽天良 看见皇上 明察就好 长寿堂医馆 医德有诗 奏尽天良 何人在外祭鼓 带上来 皇上 儿身今天起来 是要状告 奸崇最大的医馆厂 寿堂 求皇上为儿臣做主 大胆睡过来 竟然为了这么一点小事 咱外面大虎少少 乘客体头 两人呢 给我 皇上 儿身也是被逼得 没有办法了 但医馆和太子 兰险有关 你说此事 何太子有关 就是 长寿堂背后的当家人 就是太子殿下 祖师坚持了百姓 人人皆知 何有此事 兔儿 这医馆虽是儿臣所开 可这里是的人 何人 皇上 草民冤枉啊 草民一声光明磊落 治兵救人 只不过是 收了一点点的诊费 就被御王妃 倒打一趴的状告 请皇上为小民做主啊 那你且说说 昨天送到长寿堂的病人 明明都死了 你怎么还说能治 请一直说我的诊费 皇上您且看 这人明明都死了 他还在一直 受我的诊费 这是今天早上的收据 大胆刁民 你可知罪 皇上 草民冤枉啊 这 这人都没死 早上还有气呢 皇上草民 绝对没有撒谎啊 父皇 这个儿臣可以作证了 早晨儿臣去医馆的时候 这夫人 还生他传气了 陛下 传气也略有耳闻 随洛兰 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都说是活的 那可最有意思 皇上 如果洛兰能证明 所说的都是真的 皇上能否主持功法 那是自然 是洛兰 你死到临桃 还这么样 大家看死戏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个假人 而太子殿下和流声音 却口口声声说 这个假人今天早上还有气 这简直是 华天下的军大击啊 放肆 你好大的胆子 怎么跟皇上说话的 我说你放肆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最多事 儿臣手下人干的 儿臣并不清楚 你怎么敢的 太子做出这样的事 还是本太子蒙袖 神经的胆子 好了 存和体 来人 有起义得有失 崩害百姓钱财谋私利 丧尽天良 谁可奔斩 莫兽长寿堂 所有银两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 太子 你可在小人放你的份上 你帮帮小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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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不知情 但管教无方 把进族太子府一个月 面臂思过 儿臣 尽尊教会 是洛兰 走着瞧 水洛兰 朕已经帮你 主持公道 但此事你也有不妥 把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 是 王爷 你今天没去朝他可太可惜了 楼鱼的脸都被洗绿了 是吗 王爷 你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 真的没什么 兰儿 你就别问了 不行 王爷既然有秘密瞒着我 我好奇 兰儿兰儿 那个 突然想起来 回春堂好像还有事情的路 我先去看看 兰儿 我没有什么秘密瞒着你 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再等我几天好吧 什么事情 搞得这么神秘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去回春堂吗 快去吧 哦 那好吧 王爷 您安排的事情都布置好了 就等着您 发好施令 不着急 等到太子沉不住气 他背后必然会有所 这几天 咱们就先养精蓄锐 王爷您可是猜到 背后之人是谁 大概吧 林乔 过几天就是春节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王爷 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那我先退下 这个龙鱼简直就是和小强没什么样的 不死还够引人 这都没让他受多少惩罚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弄死他 王妃 不好了 太子府的人 朝天去府城给他看病 他带了皇上的口运呢 圣旨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太子冷允 威嫔数百 却一无所出 令朕十分忧心 特请 豫王府水洛兰 入太子府 朕并亲子 太好 这不就是磕睡来了踢枕头吗 带上我的药箱 现在走 王妃 你该不会是被击糊涂了吧 如果你到了皇宫 一定要把皇上叫来太子府 就说关于冷决的事情 皇上一定会来的 带上 什么 不能让狼人以身犯险 快走 王爷 你的腿 小心啊 好一番依你景象 太子殿下 确定是叫我来看病的 玉神医啊 玉王妃 你之前那般神通广大 我哪还敢认你呢 今日本太子亲自给你赔个不是 太子殿下进了茶 我难敢不喝呀 太子殿下 这杯 我敬你 本太子喝不惯茶 免了吗 哦那太子殿下是喜欢喝酒 来人啊 给太子殿下 为你酬好的酒来 你你喜欢喝酒啊 那那好 本太子就勉为其难 陪你喝两杯啊 哼 果然是好酒 来 太子殿下 你也尝尝 小剑 心在家还能让你一瓶小 真是好酒啊 陛下来 咱们接着喝 哈 哈 哈 太子殿下 你坏 我这又是地鞋 又叫我王夫 我到底是你的神啊 哎呦 哈哈 对 就是这样对我 我就喜欢你给我动粗 真是玉叶穷将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谁呀 王妃啊 哎哎哎哎哎 你看 只要你打我 骂我 我找人是闹 就输他 你看这样怎么样 只要你打我 做我的王妃 等我以后当了皇上 你就是皇后 怎么样啊 大子殿下 这话可不新说 如今陛下还健在呢 啊 哎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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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大子殿下 可是喜欢这样 哈哈哈 你那个点他 不会是越打 咱们越兴奋吧 这不点皇上 应该快到了 哎 打我 打我 对 哈哈哈 大子是怎么阿相冷遇的 我说说 我说 不说 我可不打了 哈哈哈 我说 我说我说 我当年 就用了一味药 就让了你 把那个皇帝 当成了刺客 厉不厉害啊 打开手足 这次帮你变了 看我不打死你 哈哈哈 就这么打我 还有更激报的呢 还有什么 你不要说说 不然 我可不打了 哦哦哦 真是太舒服了 哈哈哈 还有那个狗皇帝 我已经命不求 也不求 我就能等金座皇上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皇上 冷云 好大的犯罪 小乖乖 怎么不打我了 打我 打我 闭死 啊 小乖乖 你怎么变丑了 哎 让我亲一个 你个蠢货 是谁 父皇 你还知道我是你父皇 幻灰狗犯的逆子 朕今天要废了你 父皇 二臣知错 二臣是冤枉的父皇 来人 把他拉出去 押入大牢 听后发了 父皇 二臣真的是冤枉他 水落兰 这个借着他害的我 父皇 父皇 水落兰 追逐朕查明真相 会乱后宫 罪不容诛 来人哪 将他给我拿下 得日问斩 你这也怎么回事 我只是发了你 还敢顶嘴 回家一等 我 来了 你干什么 拿下 干什么 皇上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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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冷玉 给父皇请安了 玉儿 你的腿好了 父皇 孩儿的腿 这是拦人之后 你不能杀了他 玉儿啊 朕知道 当年的事情是 冷允做的 是真 错怪了 但是水落兰 冷允 复礼死通 丢进了皇家的脸面 罪不可撤 父皇 孩儿不能没有兰儿 求父皇开恩呢 刘公公 还愣着干什么 该把他拿下 父皇 不要 父皇 你要是执意带兰儿走 孩儿已不活了 皇爷你别冲动 住手 父皇 只要你答应 放了兰儿 我就放下剑 好好好 你先把剑放下 于洛兰 这一次 朕就放你一马 你要记住 这都是看在 玉儿的面子上 如果下次 要是被我发现 你行为不端 对家一藏 谢父皇开恩 这老皇帝还真是多疑 明明是我救了你 我没事了 六五三 王爷 我没事 摘一摘水落兰的底细 是 你说什么 冷鱼被贬了 废物 竟然让冷鱼洗清冤屈了 那狗皇帝竟不是早晚 要将太子之位传给冷鱼 那我的儿子怎么办 随我去豫王府 我要戒豫儿 贵妃娘娘急醒 怎么是你一个人来的 玉儿呢 回娘娘 王爷的腿急又复发了 她的身体现在不便过来 所以特地让我 过来替她请 玉儿的腿 不是都已经站起来了吗 怎么又不行了 莫不是 骗本宫 洛兰不敢欺骗娘娘 当真 过来本宫身边说话 洛兰呀 你别怪我这个母亲 问得多 我呀 也只是关心 我的孩子 你跟我说实话 这玉儿的腿 她到底什么情况 好啊 为了她我话都开始演戏了 你有所不知 王爷的腿 伤得实在是太重了 她能站起 都是伪光返照 没指望 是吗 如此这般 本宫就放心了 本宫的意思是说 如此这般 本宫这心 怎么能放得下呢 贵妃娘娘 王爷的腿好了 您快去看看呀 我嘴的东西 真猛猛 王爷的腿好没好 我都不知道吗 刚好 本宫想月儿 本宫要亲自去看看 哎 贵妃娘娘 您慢点 当心半导 娘娘 我倒要看看 她的腿到底好没好 我倒要看看 大胆 母后请回吧 我这不样子可能会吓到你 你 走 贵妃娘娘慢走 你 你要干嘛 我可是常贵妃的人 我看出来你是常贵妃的人 然后呢 贵妃娘娘刚才走的时候 怎么把你这家中心 跟我走都给拉下 你 啊 王妃娘娘 如意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如意保证 以后一定好好伺候你和王爷 啊 连许你说的没错 没准 似乎还真是 那你先没准啊 王爷 我 我 蓝儿 我想你 我就是去拥护下长柜子 你会看着呢吗 怎么才一会儿就想你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 现在只要离开你一会儿 就 我就控制不住的想你 啊 王爷你干嘛 当然是 好好疼爱我的蓝儿了 我 王爷 你别闹 王爷 蓝儿 蓝儿 过几点就是春节了 父皇 他让我们进宫接受赏赐 到时候 我会求父皇 让他亲自给我们资婚 我要八台大脚 十里红庄的迎娶你 蓝儿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 我的愿望 是这边救人 能让自己的艺术 有用我之地 有爱人 爱我的人 这样每一天都会很幸福 王爷 你刚刚说的 十里红庄 八台大脚 我都不了 要是能有个戒指就好了 啊 说了你也不懂 王爷 现在这样 就很好 蓝儿 我大概知道 想忘的是什么了 等我 你 水洛兰这个贱丫头 居然敢把本宫不放在眼里 还有那个冷玉 以为皇帝真的原谅他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地 做太子了吗 母亲 瞧瞧起 现在冷玉 已经进入了大牢里 我那四哥说到底 就是个废物瘫痪 不足为惧 不行 冷玉不死 我们两个的秘密 是早就会泄露的 汐儿 莫非跟你说 老皇帝已经被我下药 他已经命不久矣了 过段时间 就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只要你得让我们 你一死 我们两个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明白了吗 只不过 在动手之前 水洛兰那个贱丫头 实在是碍眼 我们得想个好办法 让他们冒合神离 放心吧母亲 我有办法 好 冷眼做不到的 我能做 你这黑眼圈有点重啊 晚上回去早点休息 少玩手机 这个世界没有手机 没事 休息一下会好的 谢谢王妃 好休息 好 哎呀 兰儿 这几天 我看你一直在忙着 累不累啊 我很心疼你 我不累 王爷 我看着这些病人 在我的治疗下 康复 很有成就感 对了 自从上次 常规非来过之后 就一直没有动静 王爷你说 她是真的消停了 还是逼大招呢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沉默这么久 一定不会因为我而放弃的 这样 我让林少他们 这几天再盯着她 哎 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打烊了 你个死丫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身体不舒服 快让四嫂出来给我看病 哎 不行 今天王妃已经很累了 况且我看你这脸色 跟没事人一样 不能进去 哎呦 我凶疼 四嫂 哎呦 不行 我要进去 王爷 四嫂 先回王府吧 我要进四嫂 阿财 把人带进来 哎 四嫂 说说吧 什么病 哎呦 四嫂 你快帮我看看 我头好疼啊 哦 给 哦 四嫂 以前就觉得你特别好看 这么一近看 感觉更好看 你是来看病的 还是发疯的 看病啊 看吧 看吧 四嫂 你这也太严肃了吧 没什么大病 不用开药 直接走吧 哎 四嫂 可是 我还是很难受啊 你再帮我看看 哦 我胸口好闷 你快帮我看看 你干什么 你看一下我胸口 冷心 你看一下我胸口 冷心 快放开兰儿 四哥 你别冲动啊 有话好好说 我和四嫂真的没有什么 你要是敢跟兰儿有什么 你早就伸手一出了 看见 四哥 你消消气啊 我这就走 好了 王爷 我跟冷心真的没什么 他都没有我家相公一把厉害你 可是 冷心他比我年轻 我就算是眼瞎了都不会喜欢他 你放心 好 我相信了 不过王爷 我记得你之前跟冷心的关系好大不错 为什么 冷心是因为我知道她和常贵妃的命 所以她之前对我只不过是须一味一罢了 我跟冷心虽然是一母同胞 但是母妃 从小最疼爱的就只有她 为什么 王爷 你到底知道冷心和常贵妃的什么命运啊 冷心 冷心她不是父皇所生 她是母妃 在外面和别人所生的 什么 后宫秘是这么劲爆的 劲 劲爆 劲爆什么意思 我当时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 已经十几岁了 当时母妃求着我不要告诉父皇 我也答应她了 但是我没想到 她不仅不信任我 甚至想要 冷月 这不是你的错 或许这其中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我还是想不把冷月 这可能不是常贵妃亲生孩子的事情 告诉她吧 过去了都过去了 以后你还有我 兰儿 我爱你 我想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让我们重新拜堂成绩好不好 兰儿 我冷遇发誓 此生绝对不会欺骗兰儿 兰儿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心 慢一点 好 此刻四嫂 我等你们很久了 不要脸 我宰了你 别出动 兰儿 你不让我杀她 不是不让 是对付这种人 不知道脏了你的手 竟敢觊觎你 该上 皇儿 冷心 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谁让你来的 但我明确告诉你 别来这套 我又不是来破坏你们的 我是来 加入你们的 你 加入 你们皇室中人 都玩这么花的 抱歉 我相过很强 不需要你 兰儿 你相信我 我一个人可以满足你的 你俩真不害臊 不是 我 四哥 你那腿不是不中用吗 我看你这两次用过 都挺有力量的 冷心 你要是不怕父皇那边 你大哥把腿的事情 宣扬出去 你 滚 王爷 你可的事情 二十三也忙不住场队 只是你的旧部 还在赶快的路 如果朝规非他提前弄手 我怕你 兵来讲大 水来吐掩 只要兰儿没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看来 接下来要有意上大战了 母亲 都火烧屁股了 你还有心情 你怎么回事 滚出去 出去吧 说吧 冷玉的腿根本没有事 他是骗你的 什么 他为什么要骗我 莫不是 要有什么大动作 那怎么办 那就 先下手为强 朗儿 此次计划太危险了 你真的不该跟来的 没事王爷 我陪着你 我也会安心一些 我们以自己作诱儿 隐事出动 一会儿如果发现 真的是他要杀你 你会伤心吗 会 但是 你更会坚定 我想报仇的决心 当年被暗算的事 林霄查出来 不仅仅是冷云 那个药 是由西域才有 而西域 是常贵妃的娘家 其实 当初去面见皇上那次 隐约感觉到你父皇的意思 常贵妃好像 并不是你的亲生 你说什么 可母妃是将我一手带打的 怎么会 这件事 恐怕只有皇上和常贵妃知道是什么 而且王爷你没感觉 常贵妃她对你 似乎并不情 以前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但是现在看来 当年的事 怕是另有隐情 隐情这件事情 承察清楚 去吧 我都会支持你的 兰儿 你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等到春节的时候 我一定会向全天下人找够 你就是我的王妃 让 王爷 还有就是你 兰儿 我想 来了 放肆 谁给你们的胆子 王爷 还不可过来受死 大胆 谁派你们来的 死到临头 王爷的嘴还是跟死鸭子一样硬 可惜 你早就不是三年前的战神王爷了 是 放了他 我叫你放了他 王爷 你太帅了 简直威风凛凛 爱死你了 疼吗 我还是 总算是把你们这些人都引出来 林霄 快盘问一下他们 白狐到底是谁 都做过什么事 是 这些人 的确是常贵妃的人 好了王爷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证据了 接下来 是清算的时候 天色不早了 我们抓紧去皇宫吧 上一次参加家业 还是在三年前 那一次 换来了十根钢钉 三年无病 这次又不应用 王爷 走吧 这次不应用了 这次 我们是来喜庆约屈的 来救皇上吧 先上马车 我们除了一下伤口 好 看他 若兰给父皇请安 玉儿 你的眼睛 为父皇 小伤 无大碍 那就好 快快请起 快去啰嗦吧 周爱卿 也都啰嗦吧 今天是春节的一宴 另外玉王的腿 已经断了 又被接上了 简直是 这玉王妃啊 可真厉害 朕今天 为将周爱卿 聚集此地 有一件事情要说 三年前 玉儿宫人在朝堂之上 誓赋于事 朕已经查明真相 玉儿是被冤枉了 玉儿啊 要不是三年前 朕冤枉了你 这太子之未造 就是你的了 朕今天就把他还给你 儿臣 叩谢父皇 朕的战神儿子 又回来了 玉儿 朕今天高兴 有什么想要的 就尽管说 朕都会满足 儿臣恳请父皇 让玉王妃 和我重新大婚 十里红庄 八台大脚 同他拜堂成亲 玉儿 朕的确是有一件事情 需要处理一下 你的这个王妃 她是个妖女 别说是许晋平了 朕还要将此人 毒死 什么 你这人怎么又 邪魔杀侣 父皇 蓝儿怎么可能是妖女 她治病救人 救了无数的贫苦百姓 这些你都是看在眼里的 够了 还说她不是妖女 看看你 都被她蛊惑成什么样子了 来人 把水加村证人 给我带着来 名妇 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你们就是水加村 水洛兰的家人 说说她的情况 回皇上 这是名妇的侄女 但她是个妖怪 你们怎么能 炫火配人 你 你当时被送到王府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后来 又传诈尸 这事 贵妃娘娘 亲眼看见的 是啊 贵妃娘娘 您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唐贵妃啊 可有此事 回陛下 确有此事 当时臣妾以为玉儿 命不久已 所以才 好了好了 诺洛兰死而复生 人怎么能死而复生呢 除非她就是一个妖怪 诺洛兰 你 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来人 让我将此人 押入大牢 废后发了 帮家 陛下 民女不过是会见医术 但被外界传的神物 其神罢了 民女确实是个活生生的人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妖怪 而且 而且在陛下撕撕民女之前 民女可见陛下能单独和我聊聊 民女有事要变靠 神命关天 大胆水落兰 都这个时候了还敢狡辩 想私自见陛下 你也配 父皇 儿臣愿与您同去 兰儿不会伤害您性命的 人民关天 求父皇 死到临头了 朕倒是要看看 你们 还能抓出什么花样 哼 喝吧 父皇 得罪了 来人 你给朕吃了什么 来人 皇上 您中了剧毒 现在身体很危险 我和隆玉就是来救您的 皇上 您能听我们两个人解释吗 皇上 您吃了这片药 现在是不是感觉 浑身充满了力量 虽然身上总是乏力 以及咳嗽 症症也减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父皇 可能是有人 在您的饭菜里 长期下毒 这毒 无色无味 而且每天一点点 根本不致命 没错皇上 是药料忽然增加了 所以被我察觉到了 朕皇上 您还是不信 可以亲自用死因这一事 是谁如此大胆 绝对不会帮过他 我 皇上 您这毒现在还有得紧 但需要我为您针灸一段时间 只是 毕竟我是妖女的身份 这恐怕 朕的儿媳 怎么可能是妖女 是神医才对 只要你们能治好我的病 朕不但给你们赐婚 还封你为 第一女神医 皇上此言可当真 君无戏言 那懒儿 电机快往皇上解毒 好 不还 就是不知 这背后之人的目的跟手段 羽儿放心 朕 自由办 皇上驾到 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啊 谁洛兰 没事 洛兰 来 羽儿 朕现在已经查明真相 洛兰 她不是妖女了 羽儿和洛兰的婚礼 朕 不反对了 众爱卿 继续用膳 用完膳后 我们去宫中 赏烟花 多谢皇上 皇上 那民妇怎么办 民妇说的全都属实啊 大的民女 还敢在这里喧哗 来人 把他们给我拖出去 皇上 民妇冤枉了 贵妃鸟 救我呀 还不拖下去 谢皇上 为民妇洗心园区 水落来 冷日 你们别急 好戏一会儿才开始 好着呢 王爷你看 王爷 你看吗 好看 但是没有兰儿好看 兰儿 今日这场烟花 是属于你我的 兰儿 之前 你同我所说的 你的那个世界 还有 你向我的婚礼 你说的求婚 所以 我准备了很久 但是不知道这一切 是不是你想了 但是 我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他怎么还准备了戒指 我不就最后一题吗 嫁给我吧 往后余生 我们一生一世 一双人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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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翠克 护驾 来人 护驾 护驾 你 你 皇上 父皇 亲 果然是你 为什么 你叫我母亲 后皇帝拿出一喜传为的恶心 否则 我就炸了你这皇宫 你敢 本宫重谋了数十字 终于等到了今 真是畅愧 庄贵妃啊 庄贵妃 亏朕对你这么好 你竟敢造反 我 你不过是看着 我亲手把冷欲养大的份 所以才多看我些 你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 我 庄贵妃 当真不是我母亲 所以当年我的腿 是你故意找人废了 对吗 是 我只恨我自己 为什么没有早点都死 彻底的让你死 不才好 我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你这张脸 明明是我亲手养她的孩子 凭什么 凭什么越长越像那个死贱人 那个死贱人 到底哪里比我好 为什么 为什么你那么爱她 凭什么 在这狱儿的母亲死了 也比你成百倍 成倍万倍 你这个贱女人 母亲 哼 你敢打我母亲 你敢打我母亲 既然这 让我亲 去死 去死 小心 鱼儿 怎么回事 你当真 以为朕的侍卫是吃素了吗 幸亏玉儿跟洛兰发现 朕被吓了毒 朕才知道 狼子已心 来人 我把这个贱妃 打入大牢 皇子 猪猪皇家 天后发落 皇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皇上 月儿 月儿 母妃错了 母妃错了 求求你 求求你父王好不好 求你了 臭贵妇 我欠你的养育之恩 一三年 我已经完情了 从今往后 你我二人 有如此的恩断义绝合 母亲把他们给我拉出去 再走 月儿 父皇 父皇 月儿 这几天 所以我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你母亲是谁 甚至 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父皇 好了 玉王玉王妃 父家有功 才佛 传我旨意 封玉王为太子 玉王妃 为天下第一 神医 得日完婚 谢父皇 恭喜 努力 蓝儿这是不相信为父的实力 啊 你们先下去 我有点事 要跟蓝儿私下解决一起 是 王妃 王妃 姐姐 你也在呀 水春花 你怎么不在这 谁让你来 原来是王妃了 他说 喜欢我的风情万种 不像姐姐 总是会凶人家 荒谬 你 你简直不知廉识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狼儿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 啊 啊 姐姐 别那么粗鲁嘛 王妃 你快救我呀 春花 没有镜子 还没有尿吗 就你长这样子 我也能看见你 你 啊 你 哎呀 花花 你没事吧 迟了来 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怕你养活这么大容易了 你怎么知道报恩也不算了 哎 欺负你妹妹 我要你们还差不多 我想到他哪样活我少干 是不保穿不能 我不管 你必须保恩 你现在都已经是王妃了 让王爷 把你妹妹也收了去 否则 咱们没完 我还真没见过你们这么漂亮的 先这样 我就替人家 一起 先 就一起 吧 你别乱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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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打你们 想当王妃可以 也看得 你身不上的重 哎呀 哎呀 姐姐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我就不滚 哎呀 哎呀 那个小贱笛子 就顾着自己一个人跑啊 赶紧把老娘扶起来呀 谁到底是这种打我呢 哎哎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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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命了 救命啊 啊哦 行啊 哎呦 老婆让我来 再开心一点 啊 王爷 不许对吧 李腾新郎新娘送送送房 王爷 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不赔哥几个哥点 阿仔 先送来啊 是王爷 走走 不醉不归 原来这就是家为人妇的喜悦 熄灭了很快 狼 怎么是你 来人 吃了吗 我看你会怎么好 来 狼儿 我来了 狼儿 不好 狼儿不见了 我那人听令 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找到王妃 是 真是人间有误啊 吹罗兰 你终究还是我 牡丹花下死 做鬼月风流啊 过来 我先来 狼儿 狼儿 狼儿你给我住手 别过来 你先先 你再上前一步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 狼儿 你别杀了他 有什么冲我来 狼儿 你想造反吗 快放开他 虽然你来了 你别想走了 狼儿 你要干什么 你别中动 狼儿 我的好兄弟 你赢了 凤凰的爱 心爱的女人 都是你的了 我好不敢 我好不敢 我得不到的东西 谁也别想得到 还有你 你这个高皇帝 行什么这皇位是你的 你根本不配做皇上 你不配 狼儿 我小心 狈狈一点 你也要 还想宽住我 去你 谁洛兰 我不会放过你的 冷云 愿意出逃罪上夹罪 即可发配灵难 永世为奴 父皇 父皇 不要 不要 父皇 不要 在搂着干什么 把他带走 狼儿 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狼儿 从此以后 我们夫妇已 君说的是什么 不老之词 是什么就知道了 光人贼春生 将前身 手 尸 哟 王爷这么紧张 让我猜猜 能让王爷这么紧张的 怕想玩这个先知 让你进宫 去朝鲜 还有开心 是啊 但是呢 本王不行 我呀 就想陪着兰儿 跟兰儿一起 行走江湖 兰儿 老王啊 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之前不是说 想出动物 咱们 就去行走江湖 你呢 负责治病救人 我呀 行侠仗义 真的吗 和我们走了 王府怎么办 哎呀 走吧 朗尔 王府啊 有阿彩他们就过 接下来 是属于我们的日子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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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